對於繪製圖形來說 上色是一個很基本的需求 在我們應用程式裡面 顏色的選擇其實也是相當容易的 我們選一個物件 然後就可以就一個色盤 可以讓我們調它的顏色強度 在程式裡面 我們的顏色實際上就是用 也是一樣是一個韓式來調整 在介紹之前 我們一樣就先從空白的 黑白圖案來開始 在這一節裡面我們要介紹 三個顏色指令的下方 第一個就是背景顏色 所以就Background Background可以調背景顏色 背景顏色這個參數 背景顏色它這個函數有三個參數 分別表示紅、綠、藍 就表示光的三顏色 那一樣你可以搭配混色 就可以混出不同的顏色 那這裡裡面的數字 是從0到255 總共256種變化 256就是2的8次方 剛好電腦上是用一個byte來儲存 切成256的時候 其實我們這邊動一點點 上次冷是已經沒感覺 所以這個對冷來說是一個蠻細緻的切法 你也可以直接點取這邊 來改顏色 但是用數字對我們而言 我們會覺得我們是掌握比較精確 以那些整個 從滑鼠來點來說 這是一個精確度的掌握問題 那我例如我們可以把它調成 這樣子 就是一個大概 淺綠色底的 所以Background是一個 調背景顏色 那如果我們就要把物件裡面的東西填滿 那又是另外一個韓式 這個韓式叫做那個feel 那我們就把它調成黃連 變成黃連 那接著我們再調眼睛 眼睛就要在這邊 feel 把它調成藍眼睛 那這裡有一點要提醒的 就是程式它事實上是有順序性的 像剛剛這feel它原本會影響後面 可是你現在有個feel出現的時候 就變成 這裡只影響到這邊 接著又被這裡 改變到它後面全部 那我們把嘴巴再調紅色 那這邊就變成feel 所以feel是調內部顏色 那調外框顏色呢 就叫stroke 這個樣卡 調外框顏色 這樣子就完成了 所以這個就把顏色調整完整 所以我們把這講很快的重點再複習一下 就是我們這一節裡面缺了 顏色的三個指令 背景 內部填充 跟外框顏色 那這三個參數代表 光的三元色 紅綠藍的強度 範圍是從0到255 總共2的8次方種 因此三個總共可以搭配2的24次方種 那這純白就是2552525 純黑就是000 這樣搭配可以黃光 那一個小概念 就是程式事實上是有順序性的 那這一講介紹到這邊 然後再次看 再次看